今次和大家分享日式桑芙莉芝士蛋糕 白砂糖65g 牛奶120g 忌廉芝士180g 粟粉15g 低筋面粉38g 無鹽牛油53g 蛋3隻 準備好食材 現在馬上去開始 我這個蛋糕模是6英寸 剪好牛油紙 墊了蛋糕模底 在蛋糕模邊塗牛油 也可以用牛油紙為蛋糕模邊 水滾至火 調細 用隔水加熱方式 將忌廉芝士和牛奶攪勻 加入牛油攪勻 將三隻雞蛋的蛋白和蛋黃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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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放入冰箱 之後用 加入蛋黃 攪勻 將粟粉和低筋面粉 攪入蛋黃糊 攪勻蛋黃糊 幾個 快搅一滑 就可以 flow 利用雞蛋黃 用保鲜纸包好 放入冰箱大约20分钟 蛋黄碗凉了之后 跟蛋白箱的温度一样 这样才可以拌均匀 不然它就会沉底 芝士蛋糕就会出现布丁层 用搅拌机打蛋白 用中速搅拌均匀 之后割分三次加入白糖 再用中速搅拌均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蛋白箱的时候 砂糖会弹到周围 原来是有技巧可以避免的 就是每次加完砂糖之后 就轻轻搅拌均匀 等砂糖湿了 再开搅拌器去搅拌 砂糖就不会弹出来了 最后转用低速搅拌均匀 最后转用低速搅拌均匀 蛋白箱不能打得太硬 打到濕的发泡状态 拉起蛋白的时候 蛋白的尖是有少少向下水 蛋白箱是有少少流动性就可以了 芝士蛋糕的面就不会那么容易裂开 将蛋白箱分三次 将蛋白箱分三次 加入蛋黄糊 用刮刀拌均匀 由下而上打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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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不要弄得太厉害 看到蛋白箱和蛋黄糊均匀便停 避免蛋白箱烧泡 将面糊高处倒进去 蛋糕模最少要留2厘米空位 8成左右 太多的话蛋糕面就容易裂开 用竹签去除了面糊上面的大气泡 轻轻震量一下 我们今次会用水溶发去焗 加室温水入盘 放蛋糕模在上面 预热焗炉150度 预热到150度 焗30分钟 途中要留意蛋糕的状态 如果蛋糕的高度太早升得太高 就要小心 可能是焗炉里面的温度会过高 或者不够湿润 应该要打开焗炉 令到温度去减减 另外检查一下 是否不够水去做水溶发 留意焗炉里面的温度和湿度 蛋糕面就会不容易裂开 打开焗炉 大约3分钟左右 令到温度去减减 110度焗30分钟 最后会再150度焗20分钟 最后会再150度焗20分钟 令到蛋糕上色 用竹签切一下蛋糕边 如果竹签有蛋糕渣 就要焗多5-10分钟 焗完不要立刻拿出来 打开一条纜 让它慢慢接近外面室温的温度 蛋糕就不容易回缩 终于焗完 放一会儿冷 转转一下蛋糕没有的边 就可以很轻易把蛋糕拿出来 再来个啦 再来个啦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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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重温食堂 剪好了牛油纸 煎蛋糕模的底 在蛋糕模边塗牛油 水滚就作火调细 用隔水加熱方式將忌廉、芝士和牛奶攪勻 加入牛油攪勻 將三隻雞蛋的蛋白和蛋黃分開 蛋白放入冰箱之後用 加入蛋黃攪勻 篩了粟粉和低筋麵粉 攪勻蛋黃糊 將蛋黃糊篩一次 用保鮮紙包好 放入冰箱大約20分鐘 用攪拌機打蛋白 之後分三次加入白砂糖 再攪勻 將蛋白相分三次加入蛋黃糊 用刮刀攪勻 將麵糊高處倒入 最少要留2厘米空位 用竹籤去除麵糊上的大氣泡 輕輕鎮兩下 加室溫上入盤 放蛋糕帽在上面 預熱焗爐150度 預熱後150度 焗30分鐘 打開焗爐 大約3分鐘 令到溫度減一減 110度 焗30分鐘 最後會再150度 焗20分鐘 用竹籤吉下 有蛋糕渣 就要焗多5至10分鐘 打開一條蜊 讓它慢慢接近室溫的溫度 放一會兒放冷 輕輕鎮一下蛋糕沒有的邊 就可以輕易把蛋糕拿出來 下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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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